足球最新的资讯 大家好 欢迎收看足球资条 今天又拍了很多为大家报道一些足球资讯 今天要和大家讲的一段新闻就是关于利物浦 利物浦已经展开了他们的未与筹谋的措施 什么意思呢? 我刚刚听了一个 Podcast 叫Transfer Window 里面有两位主持的分别就是Ian McGarry和Duncan Castle 他们说了一件事 他们收到消息说利物浦已经在做一些未与筹谋的工作 去预备他们可能在延续一个王朝 为什么呢? 利物浦今季已经相当出色 英超应该差不多袋了袋 欧联也相当形势不错 竹总监仍然在竞争中 但是他们已经为了未来一届 甚至可能是未来几届 去做一些管理上的事情 究竟做些什么呢? 即管听听他们的说什么 首先他们现在已经开始和一些顶级球员 坐下谈论 不是说一个顶级球员 是很多的顶级球员 包括Virgil van Dijk 即是云迪即刻 另外一位中坚 马帖尔 另外还有费明路 文尼 这几位球员 已经 求会 已经和他们的经理人 开始坐下谈 谈谈什么呢? 就是谈谈究竟 他们未来这个暑假 有什么计划 是开心见诚的 他们的计划可能是包括 已经是决定了离开 或者想离开 或者是 会不会已经是有些球会给了一些 offer 给了一些 情况他们离开 这样 即是说利物浦 就很想作为一个球会 知道他们的顶级球员 究竟是 会不会已经有计划 有些计划是他们想知道的 这是很理所当然的 因为他们今年的表现这么好 在转会市场 当然一定会有很多竞争对手 他们现有的球员 由于很多球员 可能他们的心 本身就是可能觉得 在英超踢了这么久 都是时间要转换环境 另外有些球员 也可能会想接受一些新的挑战 所以 利物浦现在采取的策略就是 开心见诚 先说一下 在事情未发生之前 希望可以得知到的资讯 其实他们最不想的是什么呢 他们最不想就是一个 矮矮闷门的关系 有时可能有些传闻 可能他们又听到一些东西 可能个别的经理人 就是顶级球员的经理人 又跟他们说话 就短短续续 没有一个很肯定的情况 他们是清楚的 这件事情 其实他们之前也试过 古天奴 当时来说 我们在节目也说过 在当年他走过一年的 下季的时候 本身是很好的 但当他知道巴塞隆牙 对他有兴趣的时候 在那个上半季 其实相对来说 表现就不太稳定 结果他终于转回到巴塞隆牙 利物浦做这个动作 这么早就找一些顶级球员 其实最主要就是想 不想 不想重复这个类似的事情 OK 所以 根据几位主持所说 他们今次的谈谈 会面是非常之成熟 而且也是因时祭义的一个做法 希望尽快就可以知道 究竟他们的顶级球员 想法是怎样 究竟他们是 继续想着留在这儿 还是有些计划 希望可以去做一些其他的挑战 希望尽早 好 球会就可以跟球员 做到一些配合 究竟他们想怎样 当然了 我想就不会就全球员 我想球会可能都会说一下 究竟球会对球员的期望是怎样 所以也希望球员 经理人和球会 有一个良好开放合作的关系 刚才所说 有四位球员已经谈了 就是马帝尔 约迪迪迪克、细明路和文尼 沙拉还没有谈 但根据他们主持人的估计 沙拉一定会谈 可能还有其他球员 慢慢都会谈 但一次过就不能见到所有球员 但相反 对于一些比较年轻的球员 他们暂时未有这个动作 其中包括 Train Alexander Arno 就是TAA Arno仔 以及Robinson 这两位球员 都未见到他们有这个动作 他们估计的原因就是 因为这些球员都比较年轻 他们都在建立自己 而他们都可能觉得 在利物浦那里 他们会继续进步 所以 球会就可能未必 那么快有需要跟他们谈 另外还有一位 他们的队长 Henderson都是没有谈的 因为为什么呢 跟年轻球员 或者他们成长的球员一样 他们觉得 Henderson或者有部份的球员 对于利物浦的忠诚度 是非常非常之强的 对于这群球员 他们可能都暂时 还未跟他们谈 因为始终 可能他们觉得 一步一步来 最大机会走的 可能谈了先 这样 那两位主持也都说 就是说 以这么多球员来说 他们估计 他们纯粹估计 废明路是比较有机会想离开的 因为为什么呢 始终他踢过两个联赛 包括踢过德甲和英超的联赛 他的条件上 可能 就比较有机会 尤其是他可能 是巴西球员 所以 他就有机会想去其他的不同联赛 所以 他们的估计 如果废明路是有 例如 黄马 或者巴塞 甚至乎拜仁 对他们有兴趣 对他有兴趣的话 可能他会比较有机会离开 不过这都是两个主持人的估计 另外 两个主持人也都说 利物浦这个动作 其实是一个很成熟的动作 有人会问 会不会你自找麻烦 其实球员本身都没有想着走 不过你这样问问他 可能他又乘机 说一下 叫一下价格 借高点价格 加薪金 也未受不了 这个当然有这样的可能性 但是 利物浦现在 很想利用现在的强势 为什么强势 因为球队现在 说真的 赢了 他们现在是欧联冠军 今年仍然挑战的欧联 英超也很快拿到手 也成为英超的冠军 加上他们已经赢了世界冠军球会杯 其实他们绝对 在任何倾弱的情况之下 是有一个挺好的优势 正正就是希望 利用这个优势去令到球员 想清楚究竟他们想怎样 而且很老实说 在现在这一刻 就算球员可能想叫高点价格 也不敢叫天价 就是人工方面 为什么 因为在利物浦 在现在这一刻 就代表了他们有杯拿的 我们都很清楚 作为足球员 很多时候 捧杯 都是很重要的 除了人工之外 对不对 所以 利物浦球会 今次这个时刻 绝对是一个很漂亮的时刻 可以利用到球会的优势 看看球员有没有其他想法 如果有的 就和他们一起去做 一起去做 例如说 假设有球员 他现在这一刻 已经认定了 一个球员是立心了走的话 他们就可以集中精神 去谈一个英俊的转会费 所以 在这个时候 和球员谈 会不会是自寻烦恼呢 其实的机会 相对来说 是小的 甚至乎 他们可能将这一件事 变成一个 Win Win 即是双赢的局面 因为说真的 一个球员 如果想走的话 其实你硬要留他 是一点都不容易 不如 就趁这个机会 希望可以 大家一起 去取得更加好的转会费 同样 如果一个球员已经想走 他们早知道的话 也有一个好处 就是什么 他们就可以运用他们的 买人的系统 可以尽快找到一个调谱 老实说 现在来说 譬如 我们之前在足球头条的影片 也说过 天武·云拿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 因为利物浦这几年 在收购的成功方面 都是成功地 在一些比较二线的球队 或者二线的联赛 找到很多的宝藏 很多的宝石 未夺磨的宝石 去到球队之后 经过球队的夺磨 变成一位新星 所以 这件事 和现在的重心球员去谈定 如果知道他们可能 未来一年或者两年都可能会离开的话 他们更加多的时间 更加多的机会去看 不同的球员 怎样可以做到调谱 所以在这方面来看 对于利物浦来说 这一定是一个非常合情合理的做法 另外 还有一件事 他这次的做法 不是找个别球员先谈 你看看 刚才所说 一找就找了起码四位球员 他可能下一阵又找多几位球员 这个好处是什么呢 球员和球员之间会谈谈 如果你只找了一两个重心球员去谈 那些球员就觉得 他比我重要 我没有那么重要 但是他这次来说 一次过找那么多球员 令到球员都感觉到 他们每一位都是重要的 也都感觉到 球会做事可能是比较公平公正 相反来说 起码在现在这一刻 那个球员 对球会的观感 都是肯定是良好了 因为觉得 他们是公平公正 对不对 不会有个别 优待个别的球员 他们两位就用了曼联作为一个例子 就是说 好像曼联那样 他们个别的球员 人工就天高 其实就令到那间衣室 可能 就会有少少不平衡的状态 那利物浦这个做法 更加可以令到 即是 不会跌落这个陷阱那里 因为他们大家都知道 大家都在谈谈 大家都这么高这么大 正所谓 刚才所说的 天价人工那样 更加难发生 因为大家都知道 互相倚靠着大家 对不对 所以来说 在现在这一刻做的事情 是非常出色 也是一个很好的管理策略 其实这一件事 也不是很新的 其实 可能在一个 比较低一点的层次 欧洲球会 所以阿迪斯 其实就不停地做这一件事 其实他们都是很喜欢自己 训练了一些球员出来 或者在一些 低组别的球会 找到一些 宝石回来 剁磨了之后 就将他们 卖去给其他的更加 超级的球会 这样 看来 利物浦这次的动作 也绝对吸收了其他球会的经验 令到他们是可以预备 去做到这个 可以延续到更加长的 在一个优势上 无论是在欧联方面 或者是英超方面 为什么呢 另一间球会 哥迪奥娜 带领的曼城 他们之前那两届 踢得非常熟悉 亦都在英超那里 说真的 第一届就赢得开航 第二届就 哇 就是 直接斗到最尾 肯勝一分 今届终于去到一个 樽颈位 就是说很多球员 究竟他们是否有心 可能要找更多的挑战 又或者在替补球员方面 isenrennen トリ络击击击击 但他们也受到伤患过的困擾 离物浦可能 亦也是 从这件事件看懂 要早点预备好 早点跟众芯球员开心见诚 谈先 那就应该 不需要再陷入这些陷阱 不过来说到最后 你是否有些球员 站立于离物浦 都会没有影响 两位主持人都不约欲 其實有一位球員如果他真的出聲說要離開利物浦的話 其實都對利物浦的影響相當之大 以及找他的替捕是極度困難的 那位球員我想大家都很清楚是誰了 就是我們這幾天都有說他的 雲迪即刻 OK 今集的節目是這麼多 多謝各位收聽收睇 拜拜 請多謝各位收睇 請多謝